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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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這個要分享的地方非常特別 這個地方是你看看 轉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好 今天這個地方是一個深山裡面 就是平常沒有人會來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會到這個地方來呢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大自然 你會聽到我現在一直在拍什麼 因為蚊子很多 所以凡事有利有弊 就是大自然雖然很棒 可是它蚊子非常的多 它會叮咬你 然後甚至還會傳染疾病給你 所以呢 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好或絕對壞 即便你可以住在很大自然裡面呢 讓你的空氣品質非常好 但是也不代表它全部都是好的 像我太太呢 它就從小生長在大園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那在浦心村 那那個地方 它小時候呢甚至連路燈都沒有 然後好久好久才搬公車 所以要去學校上學的時候呢 都要等很久 那放學的時候呢 如果是比較晚一點的話 天都黑了 那媽媽都還要到外面來接她 因為怕不放心嘛 怕她有路那麼黑 然後又沒有路燈很危險 所以我太太她其實是不喜歡住在鄉下的 可是我是台北出生的都市小孩 我就很喜歡住鄉下 尤其是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然後去雲林念書 然後住在很鄉村的地方 那我就愛上了鄉下的生活 然後我爸爸老家是在嘉義大林 所以我去大林的商合院住的時候呢 也是我非常快樂的時光 我就很喜歡鄉下的生活 然後還有我去專科畢業之後呢 到花蓮去當兵 又當了一年十個月的兵 我又在花蓮那個很漂亮的地方生活 所以我真的是愛死了鄉下的生活 好 所以呢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LINE的行銷工具 那在這邊呢 要先跟很多老師致歉 致歉什麼事呢 就是我覺得LINE這個行銷工具 也開始有很多老師出來教了 雖然我那時候教的時候算很早 那現在有很多老師出來教課 教LINE的課程 教LINE的課程 然後呢也有 甚至有一些相關的書籍 也介紹介紹LINE 或者是很多網站呢 也有再介紹那個LINE的使用方法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知識 就是行銷工具這種東西 它很容易學習 就是你只要有人教了 然後就很容易被複製嘛 這種東西很容易學 那唯一 比較不好學的其實就是 我等一下會講 到底什麼東西是不好學的 那所以呢 我要跟各位老師致歉什麼事情呢 就是未來的這一個月之內啊 我都會稍微講一些LINE的實際使用方式 那這些方式呢 也許有些是付費的課程裡面的東西 那有些是甚至人家網站裡面的一些 付費的內容的東西 那我在這邊呢 我都免費講出來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LINE的行銷工具有興趣的話呢 你現在可以 還沒有訂閱我的LINE AT的朋友呢 趕快訂閱吧 那接下來呢 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就是 LINE它的使用方式 其實很快就學得會 甚至你自己摸一摸你就知道那些功能 但是呢 有一個最吸引人的 最吸引人的技巧是什麼呢 就是怎麼去加粉絲 怎麼去加粉絲 那今天要講的第一個訣竅就是什麼 就是粉絲的轉換 粉絲的轉換 也就是說 假設你以前有 收集了一些E-mail 可能幾百筆幾千筆的E-mail 或者是呢 你有很多張名片 你有他們的手機 所以你可以發簡訊給對方 那或者是呢 你本來就有網站 那這些網站 譬如說Blog 你本來就有一些流量 可能每天會有幾百個人來看你的Blog 那這些 這些 這些 當初的名單 你都可以把它轉換成LINE的名單 LINE AT的名單 那怎麼做呢 譬如說 假設你有 上百筆的E-mail名單 或上千筆的E-mail名單 那你就發E-mail給這些人 發E-mail給這些人 然後 在那個信件裡面呢 插入一串連結 插入一串連結 那如果他們是用手機 如果他們是用手機 來看你的電子郵件的時候呢 它可以直接點擊這個連結 它可以直接點擊這個連結 那點了連結之後呢 開啟LINE的應用程式 它就可以加為你的粉絲 這是非常簡單的方法 那除了這個E-mail的內容裡面 插入這個連結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 你可以插入QR Code 也就是說 它如果是用電腦 它如果是用電腦 來看你的E-mail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 用電腦去點擊 你的那個LINE的網址 因為一點擊它會跳到 用電腦點擊的話 它不是手機 它沒有辦法直接 出現LINE的應用程式 然後成為你的粉絲 不行 所以你可以在 你的E-mail裡面呢 除了那個LINE的 加入還有連結之外呢 再插入你的QR Code 那它如果是用電腦打開的話 至少它可以拿手機 提出來掃描這個QR Code 成為你的粉絲 還有一種 方式就是 ID LINE 它本身會有個 LINE AT生活圈 它本身會有個ID 那你把那個ID 插在 把它寫在 你的E-mail的信件裡面 所以呢 你的E-mail的內容裡面 包含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ID 讓別人用搜尋ID的方式 就可以成為你的粉絲好友 那第二個呢 就是插入QR Code 讓別人掃滿QR Code的時候 就可以成為你的好友 第三個呢 就是插入 LINE 它本身 都有提供一個 告訴你好友的那個按鈕 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出現出網址 在手機板裡面 你如果申請LINE AT的時候 有一個告訴好友的功能 那裡面有附一串網址 那串網址呢 你就把它寫在你的E-mail的內容裡面去 那人家如果是用手機打開的話 點選那一個網址 它就可以成為你的粉絲 所以 光是從E-mail裡面呢 就可以插入這三項元素 當然 你要告訴 你的 收件人 哪一件事情 就是要 告訴他 加入好友的理由 譬如說 你要附送他一個什麼樣的贈品 或是 對他有利的相關資訊 你要告訴別人加入 成為你的粉絲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康的理由 那別人為什麼要成為你的粉絲 或者是你沒有精確的說明白 你這個LINE AT的主題 到底是要講什麼內容 那他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興趣 那他怎麼可能會加你的粉絲 所以這個是今天要講的第一個重點 內容 就是從E-mail的名單去做轉換 把當初你收集過的那些E-mail的名單呢 把它們轉換成LINE的粉絲 所以這個是自願性的加入 所以對方收到信之後 他如果覺得不錯喔 好他願意交你的好友 這個就是許可事的行銷了嘛對不對 他一旦加入你的LINE的粉絲 而且沒有封鎖你沒有退出的話 那你之後發送的訊息呢 對他來講 如果他持續覺得你發送訊息 是有用的而不是廣告 那他就不會封鎖你 他就會持續收到你的訊息 好這就是今天要講的內容 就是透過E-mail的方式 去做你當初以前舊名單的轉換 轉換到你的LINE的粉絲去 那明天呢 我們會再介紹第二個方式 好請期待下一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